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次的蜕变 这一步步的成功 都不是命运的眷顾 更不是偶然的结果 而是他真的很留意 关于张作霖的临终疑点 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密不发丧和日本问题 但实际上 他吸取之前还提到了一个人 特意交代不可让死人出关入东北 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张东昌 在后北洋时期的三大军阀中 无佩服秀才出身 孙船房留学日本 但实力最强 对历史影响 最大的却是看似一无是处的张作霖 那是因为他的智慧登风道极 这种智慧在他的识人 用人之道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在张作霖的手下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张东昌 张东昌是名声最后的北洋军阀 有混世魔王 长腿将军 狗肉将军 三不知将军 五毒大将军等绰号 光仪太太就有至少二十三个 她厚颜无憾 品情恶劣 主政山东期间横征暴敛 外事作绝 更是一手晾造了青岛惨案 使生灵狐叹 哀红遍野 暂就是这样一个人 却得到了张作霖的重用 张宗昌1921年投靠张作霖 从最开始的宪兵营长 一步步晋升为第二军副军长 第一军军长 张作霖成为国家实际统治者后 她又被任命为苏兰如乔匪司令 指鲁联军总司令 山东省省长得要指 不难看出张作霖对他的器重 对此 张作霖的心腹我们也很不理解 张作霖则解释说 武将就是要能打仗 用人用长不用懂 承认 张作霖虽然是劣迹斑斑 但是他带兵打仗确实是一炮好手 在第二次直凤战争中战功卓越 为张作霖问鼎中原立下汉马功劳 而且 正如张作霖所言 有缺点的人才好驾驭 张作霖之所以重用张作霖 就是因为他好掌控 有小便子可抓 既然如此 张作霖为什么又在临终之际 特意交代 不能让张作霖入东北呢 这是因为 张作霖有能力掌控张作霖 但张学良没有 只子莫若父 历史最终证明了张作霖的远见 张学良在这件事上 心同了父亲的叮嘱 1988年6月张作霖去世 八月张作霖兵办下也 此时的张学良手握精锐重兵 坐拥复扰东北 但他并没有把张作霖招入东北 张作霖这才逃难日本 试想一下 如果张作霖没有留下遗言 如果张作霖出关东北 那么东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山东 被他鱼肉 遭他践踏 因为张学良根本管不住他 用人知道是一种艺术 张作霖能用好的人 张学良未必能用好 张作霖正是遇见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做此英明决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